所以還是好好學一下 好這邊呢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看 這邊呢在你的專案視窗project window 點兩下它會見到所謂的source window 這邊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專案視窗 一個專案裡面會有一大堆影片 跟一大堆剪輯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一個專案其實就是像一個大型的資料庫 裡面有一大堆你的作品 那在專案裡面呢我們看到的影片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這樣點兩下它就進來了 進到左邊這個叫source window 就是素材視窗 OK嗎 你的作品是在program window 可以嗎 那不要問我為什麼 反正從以前到現在 二十幾年前三十年前都是這樣教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source是素材嘛 program 節目 反正我覺得他們有時候這些軟體的英文的命名 我有時候是覺得很奇怪 然後再來呢我們看 我們剛剛呢在這裡 學了一 這就是我們錄影 OK好 我是怕沒錄到 那這邊呢我們要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請你看 這邊呢快速鍵 這幾個一定要記 JKL 左右上下 跟大家介紹一下是怎麼用 我們先把這個視窗放到最大 怎麼放到最大 這一顆按鈕 再來你看 放到最大 所以這邊呢一定要又要切到ENG Adobe後來軟體在Win10以後 Win7之前都不會 Win10以後都變得就是ENG是最安全的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而且不是只有Adobe 所有的3D軟體 一些做多媒體 3D動畫 影片的軟體 全部快速鍵都是要切到ENG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你看 我們現在看JKL JKL在所有的剪接軟體 高階的剪接軟體 都是一樣的功能 J是往左撥 L是往右撥 他沒有理我耶 可惡 有了 你看 L往右撥 J往左撥 K是停止 可以嗎 然後再來呢 J跟L多按幾次 就是快速播放 倍速播放 L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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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J一次一次一次 有沒有看到 所以一定要記得 JKL超重要 因為所有的高階剪輯軟體 包括Finalcard Pro 包括Avid 包括ADS 還有像DaVinci 我猜應該 我猜也是這樣子 那再來呢 是左右方向鍵 你看這個時間碼 時間碼最左邊是小十 這是分 這是秒 這是格數 那一般來講 台灣是NTSC 所以每秒大概會有29.97格 你可以把它當30格 這樣看 有沒有看到 29 再來就挑0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是NTSC 那電影的話 一般來講是24格 電影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因為李安不是搞了一個什麼60格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 大陸的話 還有歐洲 他們那個格式 電視的格式叫PAL 叫PAL 它那個就是每秒25格 聽聽就好 因為其實現在基本上 我們大部分的播放工具 都是有點像偏電腦的 所以你設什麼格數幾乎都能播 然後這邊你注意一下 左右方向鍵是一格一格播放 Shift加左右方向鍵是五格五格播放 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J 然後L 到K 然後J跟L 多按幾次就是倍數播放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講的 左右方向鍵是格放 Shift加左右方向鍵是五格五格播放 OK嗎 可以齁 很重要 因為所有的3D 就所有的剪接軟體 高階的都差不多是這個快速鍵 可以嗎 可以齁 OK 那這邊再切回來 來大家試一下